今天是5月9号 我和孩子们驾车去虚拟国际机场做男航轮航班 在这上班的疫情 现在疫情期间尽量减少重座公共交通 公路上的车明显还是很少 奎世兰州还没有解封 所以说其他州的旅游者和一些不必要的车 包括人都是还是拒绝到奎世兰州的 所以说高速路上的车相对少了很多 我们现在快要到那个奎世兰和新南威尔士州的中介了 路上有很多的那个点子上面写着就是疫情期间吧 大家都要待在家里 我喜欢非常喜欢这种医医匆匆的树 路上也没有车 然后我们今天走的这一段是 不是M1的主路 现在这条路的线路也是每小时100公里 路上的车都非常非常的少 遇到一个大巴士感觉会起来 因为现在没有机兵还没开放 现在1小时寸了 你看哪有人干活 他们澳洲人干活 很慢很慢的 这么大一块工具说不定就五六个人 四五个人干活 这两个车估计就两个人 这两个车估计就两个人 但是今天好像也没 前面的车都在停着呢 不知道啥时候干 这都没看过 对 这边他都看到吧 下面都是住户 在两边在路上 这一路过去看 挺让人心情舒适 哈哈哈 现在做最好的好像一个是叫制云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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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路过的一个小转 叫加德市 嗯 现在我们下车休息一下 我拍了一下这边的街景 我拍了一下这边的街景 这是一个巴士站 巴士车站 巴士车站 嗯 在澳洲 每一个巴士 稍微大一点的巴士车站 巴士车站中心 都有公共卫生间 所以说如果你在外国 找不到大超市 想去卫生间的话 你可以找一些公共的工人啊 公共巴士车站啊 这些地方他们都提供 公用卫生间 这应该也是一个旅游的小镇 这是公共站 你看这一家多少小孩 这个老钟楼非常漂亮 这是一个电信 电信很多发射器电信的办公楼吧 应该可能就是这个小镇上最高的建筑了 所以说他按那个上面 按了很多很多的信号发射器 是一个老的银行 大楼 现在应该是一个就是展览中心吧 然后一边有那个称号 那女朋友小姐把 补她那两枪 嗯 来切 YES 哈哈哈 这还有ODI 有WOWS 有COOLS 我没看到这个小镇名字叫啥 我们只是路过 这一次不停了 我们要走了 我们要走了 现在我们行驶是在鸡兰威尔市中 在第二个出道离开 远环 现在我们行驶是在鸡兰威尔市中 有很多的小镇 对于我们中国来说他们是小镇 但是对于澳洲来说他们已经像这种 已经算大了 这是一个通向对驾村的一个路 这是一个公园 优优独播剧艺术 中文字幕——YK